说起激光炮 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各种军用战术激光武器 目前的激光武器不仅可以干扰烧坏光学仪器 更大功率的激光炮正在测试 用来拦截导弹无人机的目标 但是激光炮只能用来打仗吗 那可不一定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您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2017年以前 中国对于高压线缆部分的杂物清理 一直是采用人工攀爬的方式 进行高空高压的危险作业 这对于人的安全而言是巨大的挑战 在防护措施不到位 防护服质量不达标 技术员工操作不妥当的情况下 偶尔会发生触电死亡的悲惨结局 但是广东省内的一名牛人 他以自己工作多年的经验 从军事武器当中获得了灵感 发明了一款能够用于高压线路杂物清理的激光炮 并且一度让美国企业眼红 抛出巨额金钱想要购买 却被这位牛人拒绝 并且他还表示这个专利只允许中国人使用 这位发明激光炮的牛人名叫蔡晓峰 是一位来自中国广东东莞的供电局员工 自从1996年加入到电网公司以后 一直在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做好本职工作 今年2023年是他坚守岗位的第27个年头 他同时还是东莞供电局管理所的书店四班班长 这20来年期间 从电力设施的建设 挖掘立塔 加固维修测试等各个环节 都是由蔡晓峰所带领的团队负责 而蔡晓峰和他发明的激光炮 仔细说来还颇有渊源 在激光炮投入到市场大规模应用后 蔡晓峰感慨万分的说道 我依然记得大概在2010年左右 那时候东莞发展得很快 建设了大量的居民楼和商业街 对于电力方面的需求较大 电网公司不得不加快书店设施的建设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高压线栏上 经常会有风筝 气球 塑料这些杂物 而且极其容易造成短路起火 电力设施的火灾扑灭难度大 并且对消防员和电力工程师来说 都是极大的挑战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想着能不能采用一种高科技的工具 在地面上就能够把杂物给打下来 蔡晓峰带领她的团队 在做维护工作的同时 也在摸索一条高效除杂的道路 对于一些输电线栏比较矮的地方 可以用车载升降梯 将工人抬高到一定的高度 然后工人在手动将杂物去除 但是这样的弊端也很明显 就是只能针对高度在20米左右的电缆 如果杂物所在的高压线缆是崎岖不平的山区路面 或者是茂密的树林当中 很显然这种方式就行不通 直到后来 蔡晓峰在一次军事节目上 看到了一则激光炮的武器新闻 顿时有感而发 既然激光武器都能对几百 甚至数千米外的物体造成打击 为什么不把这个激光发射器运用在高压线路杂物去除上呢 随即 蔡晓峰将他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同事们 对于这个激光炮的想法 同事们众说纷纭 大部分人都给予了比较肯定的意见 也有少部分人认为行不通 毕竟激光武器的制造难度太大 而且投入的研究经费是个未知数 搞不好到最后 武器没弄成 还白白浪费了一堆钱 蔡晓峰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一定要发明一款高效便利的激光武器 用来清除这些高压线缆上的杂物 因为他作为一名电路工程师 非常明白高空作业的危险性 更何况是在东莞这样的城市里 居民众多 且用电需求较大 如果因为杂物造成的电路跳闸 或者是着火 造成的经济损失 是无法估量的天文数字 因此他努力学习激光方面的知识理论 也向业内的著名前辈 请教了许多专业的科研成果 带领他的团队开始了激光炮的发明 激光炮最核心的部件在于激光源 国内的激光源生产厂家 大多数都是生产小功率激光笔的 小型科技公司 对于大功率的激光源 国家方面有严格的管理和生产规定 除了运用在军事和特殊工作领域外 一般不对外出售 蔡晓峰走访了国内大大小小的公司 终于不负众望 他找到了一家能够提供激光源的厂家 但是功率不是很大 只能够满足近距离的杂物灼烧 蔡晓峰在这款激光源的基础上 结合团队的众多工程师们的努力 加入了平整度更高的透镜 加大了工作时的负荷电流 更换了稳压范围更大的变压器 能够让激光炮在工作时 保持较大的功率输出 于是第一代激光轻障仪 在2016年横空出世 初代的激光炮能够基本完成大部分的轻障工作 但是仍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一 照射聚焦最大有效距离只有40米 二 持续工作超过30分钟发热严重 三 没有具备可移动式的瞄准镜 四 防水防尘效果较差 遇到突发性的降雨会导致设备故障 蔡晓峰带领他的团队继续对激光武器进行改造 在2017年下半年第二代激光轻障仪诞生 这代产品不仅仅解决了初代产品的不足 同时在功率方面也有所上升 在灼烧杂物时的速度更快 让电路的维护工作明显变得更加轻松 2019年后 这款极具代表性的产品 接二连三投入到市场中使用 受到了广大从业工作者的好评 蔡晓峰的团队也获得了一个响亮的绰号 激光炮特工队 如今他们已经研制出第四代产品 非常实用 开始向全国的电力部门推广 近日广东省进入汛期的第一天 在东莞 220千伏 道理甲乙线下 几根超高速树枝 于无形之中被击落在地 这树枝长达近10米 直径和人的大腿差不多粗 输电线路运为人员兴奋地说 这个击落树杖神器 是激光炮特工队自主研发的 F500S型第四代激光轻杖仪 汛期阴雨绵绵 树木加速生长 修剪线路周围的超高树杖 成了近期输电线路运为的重点工作之一 第四代激光轻杖仪 令修剪树杖的作战 勇猛指数大幅提升 这是东莞供电局 在前三代激光大炮 以成熟使用的基础上开发而成 专门用于清理树杖 激光轻杖仪代替了人员爬树 或使用吊车进行人力修剪的方式 据统计 自一气使用以来 共减少了80%的轻树杖作业时间 避免了人身作业风险 尤其在汛期大大提高树杖清理效率 保障了线路安全运行 团队研发第四代激光轻杖仪 就是为了替代传统用爬梯上树 或者用高壁吊车的作业方法 据介绍 一气采用光纤激光作为光源 具备先进的动态聚焦系统和更高的光电转换效率 通俗点说就是火力猛打得准 远距离切割数目速度快 时间短 像医生的手术刀一样 可以精准快速切割 第四代激光大炮除了在技术方面更加专业外 还具有更明显的人机功效优势 团队成员沈志明介绍 成熟的动态聚焦系统使树枝燃烧速度快 先进的切割系统可无需人工手动根苗 望远物镜可变倍且可电动调焦 200米以外的余线依然清晰可变 远距离的目标物也可瞄准 经过大量现场实践 清理直径15厘米数丈只要15分钟左右 经过不断改进 射程远机身小这一目标 在该激光轻障仪身上得以实现 第四代激光轻障仪系列中 功率最大的高达1000瓦 射程高达300米 此外 第四代在轻量化和便携度方面有了脱胎换骨的升级 系列中身形最小的型号重量只有12.8公斤 所有部件放在一个35升大的背包里就可以背走去作业 适用于各类复杂的作业环境 无论是崎岖的山路还是梯田 铁路 激光手术刀都使命必达 值得一提的是 第四代激光轻障仪根据不同的轻障需求设计了四种型号 蔡晓峰介绍 针对那些树杖枝压较小 道路较齐区的作业环境 我们可以使用身形小功率小的型号便于运输 而针对树杖茂密且树干较粗 道路相对平坦的作业环境 我们就可以选择功率较大的型号作业 下一步 激光炮特工队将继续完善第四代激光轻障仪的功能 为输电线路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并开发更多的轻障方法 使输电线路运维工作更加安全可靠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激光轻障仪还能运用在哪些领域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